我讨厌妹妹 妈妈妈妈妈,有人给我们写信 叫叫拿着一封信冲进屋里 妈妈打开信看了看说 哦,是你的婶婶和妹妹要来做客 看完信,妈妈走进了厨房 自言自语地说 我得做些松饼来招待你可爱的小妹妹 叫叫嘀咕说 妹妹真的可爱吗 过了两天 叮咚叮咚 门铃响了 叫叫打开房门 原来是婶婶她们 妹妹果然长得很可爱 眼睛大大的 全身都是绒绒的淡黄色的毛 叫叫很高兴有了妹妹 她搬出所有的玩具和妹妹一起玩 不光是叫叫 就连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妹妹 妈妈每天都做妹妹爱吃的松饼 一口一口地喂她 爸爸下班后 也高兴地抱起妹妹 在屋里转圈圈 逗得她哥哥的笑不停 可是 爸爸上一次把自己高高举起是什么时候呢 一周 两周 三周 还是更久 看着爸爸妈妈都陪着妹妹一起玩 叫叫觉得孤单极了 是妹妹夺走了爸爸妈妈的爱 我讨厌妹妹 讨厌 讨厌 叫叫决定要捉弄一下妹妹 在妹妹路过的时候 叫叫会伸出脚 偷偷地伴她一下 叫叫还偷偷藏起妈妈做好的松饼 甚至叫叫还故意扯掉妹妹的蝴蝶结 可是 好奇怪 不管怎样 你都阻挡不了妹妹对叫叫的喜欢 看到叫叫做鬼脸 妹妹会开心地笑个不停 摔倒的时候 妹妹会对叫叫 粘开双手 一一压压地说 嘟嘟 抱抱 妹妹还把被扯掉的蝴蝶结 别在叫叫的胸前 慢慢地 叫叫也喜欢上了妹妹 嘟嘟 抱抱 不是嘟嘟 是哥哥了 笨蛋 叫叫也学着像妈妈一样 一口一口地为妹妹吃松饼 天气好的时候 会带着妹妹去院子里晒太阳 高兴的时候会唱歌给妹妹听 还努力地保护 还努力地保护妹妹 叫叫觉得有个妹妹也不错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叫叫望着妈妈说 妈妈 你爱我吗 妈妈当然爱你 叫叫是妈妈最珍贵的宝贝 叫叫接着问 那你 那你爱妹妹吧 妹妹很可爱 妈妈也爱她 叫叫看着熟睡的妹妹 轻轻地说 是的 妹妹很可爱 我也爱她